早上好 二大一个早上 我们要来吃早餐了 这是我们第四天早餐 我们是陈飞骨 这边有蛋糕 各种各样蛋糕 好甜 一看就吃就甜 这有早餐 今天早餐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 汤鸭鸡 温柳鸡 汤蜜瓜 还有这个 鸡蛋糕 这边就是酸奶 我好喜欢喝这里的酸奶 每次早上我都要吃 还有这里 jelly饼 还有欧米 烟麦 这是早餐吗 肉啊 土豆啊 鸡蛋 还有各种黑暗的香蕉料理 那是我爸 他在等别人跟他做这个 Omlet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 香蕉泥 这个是 和森子 这是我的早餐 水果一口 他要这个 不知道 这是炸那个 炸番薯 然后香蕉 还有那个 我们准备去沙滩 这个酒店离沙滩其实挺近 但是他要穿过一条小马路 然后这里专门有个酒店工作人员 就是让你平安的穿过法路 还带着枪 就怕你被抢是不是 然后这里有个小小的公园 你要穿过这个公园去到沙滩 你要看到前面不久 有个保安也是带着枪 因为这里的城墙很低 所以怕当地的城市直接进了 你看到这里有个保安没有 这里有个保安 就专门保护我们的安全 这里还有只鸡 然后我们就穿过这个地方 穿过这个小桥 这可以到的 沙滩了 你看这是保护主义是不是 还是segregation 反正就是游客跟本地人是分开的 我们基本上穿过这个桥 我们就可以到沙滩了 这个桥上面是游客 下面你就可以看到是破破烂烂的机遇 就这个小镇了 我们可以到沙滩了 我们看到旁边有一个当地人的 应该是小山小铺 就看一下里面到底有什么 然后这个沙滩上 它它外面是公共地方 狗不热起来 对啊 这里养了很多狗 然后公共地方 这里都是小生小贩 不当地人 卖个游客东西的地方 然后这个是小山小贩一条街 我们去看一下都有什么 好 我们去转一下 这边就是公共的地方 全都是那种卖吃的小山小贩 好了卡丘那样 下车 维barada 下车 坐下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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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会堵 但是这里就是 Dominican Republic的首都 然后我们去赚一圈 就是报了一个行程 70块钱美金一点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大巴上 准备出发吧 我觉得这里开车好疯狂 对啊 就跟中国一样 就是路两边停满出了 就一条道行 然后你左拐右拐 对啊 技巧 我们现在前往首个路上 来到这里的高速公路 这里的高速公路就买到没什么地方 我们到了这个 这是Colony Time 就是移民时代 殖民时代的一个地区 Colony Time 张了吧唧的 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到第一个景点 这是Columbus之前住的地方 这地方走马关花了 我逛完了 我们就照料 没啥好工的 其实在各种 在这种Columbus的故居 打油呢 又不知道他人在哪里 我们的团呢 也不知道人在哪里 就这样逛完料 刚刚这个景点就逛完了 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玩 很像手马关花的 然后人挤人 人落人 全是人 看哪里还结成 对 这里好多只鸽子啊 我也不知道这是谁的雕塑 雕塑上面解释全是鸡的鸽子 我们来购物 然后我们两个 我跟我爸没有购物 我们两个跑了 他说20分钟之后见 我们两个就20分钟 我们在这个附近旁边 逛一下20分钟吧 然后我去了那个购物商店 我看了 就是幸好我们之前去超市看了一遍 这里的东西比超市 比超市贵一倍 为什么一定要这里买呢 是不是 不知道最大时间还有10分钟 不是购25分钟吗 12点25 现在也是12点15分钟 我们在这个贵什么街 这里逛个10分钟 有没有看到前面这个菜单 上面竟然有中文 还是叫氧气汁 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苏打水 它卖50块钱多米加币吧 相当于1块钱美金 这些不行这些东西 就是卖一些纪念品 这又是一个Costco 这边是超市 当地的车全都是日本的 这个不是 这是福特美国车 但是这里的大部分车都是日本的 这是Toyota车车车 好帅啊 我觉得我太晃了 这是当地小学是不是 当地小学 刚刚刚 吃饭的餐馆 这是我们这种吃饭的地方呢 这是我们这种吃饭的地方呢 午餐了 也是宝贝 跟酒精的差不多 这是我们吃饭的餐馆 刚刚到的厕所给你们看一下 餐馆的样子 这就是有一条假的瀑布 就是人家这里感觉比较凉的那样子 你们看到这个服务员 这是我们吃的饭 salad 还有米饭 pasta 香蕉片 肉 就是鸡啊鱼啊之类的 所以我们在酒店吃的大同小鱼 我们又开始坐车了 也不知道去哪里 在这个就是 这是之前的移民 这是我们在多米尼加的倒数第二天 今天是星期三 星期四就回去了 明天一整天都是在坐车 坐飞机当中 所以说按道理 这里是我们的 这里最后一天 我们打算现在去 这是这里的超市 买点东西 比如说酒 比如说雪茄 家之类的 打算买了回去送人 看到这个铁门没有 铁门里面是酒店 铁门外面 当然就是外面的世界了 要一个专门的工作人员给你开门才可以出来 这是多米尼加的街道 我们所在的小镇叫Pukachika 正是离Putakano开车两个小区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这里是哪里 某个自车公司还是正在 我们看到这是Pukachika小镇里面 这是应该不知道 是旅游公司吧 现在有个地球仪在这里 还这么大的地球仪雕色 是不是有点现实魔幻的色彩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来到这里的超市 我们来到超市的重点 是买酒历 这是我们买的东西 这个有编号的豪华包装的酒 我记得这里是七八百块钱多米加币 就是相当于二三十块钱加币 但是它有编号感觉特别豪华 拿回去送人 然后买了又三瓶老母酒之类的 东西 四瓶酒 这有四瓶酒 还有一瓶两包雪茄 还有两个芒果 还一瓶那种豪华包装的酒 下午 我和我老爸在沙滩上搭了一个下午 我游泳 这是我们应该最后的机会 所以我游泳 有了两个来回 就是去旁边那个小岛 浮浅 然后今天早上花了一个小时排队 这里的办事交给真是差 那个工作人员首先是迟到 然后等了等了等了 等了一个小时 终于定到位置了 在海滩旁边有carribean的餐厅 是免费的 然后我们打算去尝一下 跟我走吧 这是我们的桌子 还是感觉挺浪漫的 可以背着海 然后这是海边 在海边吃个饭 然后我爸现在在研究菜 他一直到了 我这是sifu salad 老爸的是avocado salad 然后还点了白酒 白葡萄酒 我们开动了 那我就尝一下sifu salad有什么味道 就是鱿鱼 然后加了很多青椒的感觉 很好吃 这是我们在多米尼加 最后一天 我们现在正在等巴士 还有一个小时巴士才来 但是我们早早就出来 因为省法错过这个巴士 这个离机场有两个小时 然后早上我起来 我们还去游了一个游 游了个来回 就准备走 有没有发现我现在变得好黑 不知道有没有比较 看不出来的 因为现在变得好黑 马上要回多伦多了 早上还在多米尼加游泳划船 下午就去回多伦多 然后马上是明天要去那个 上班了 真的变得好黑 好了 多米尼加游行结束了 哈喽大家好 我们从酒店被pick up 然后现在往机场出发 机场到酒店要两个小时 这就是芭蕉叶 做不定做的房子 这就是机场 这就是飞机场的外面 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 飞机场外面 应该是从大巴接你到飞机 然后外面热浪了 感觉到 但是你看那座飞机场没有 全都是美帝的 Buff Food Pizza Hut Windy Taco Bell 给你们看一下这里 Taco Bell的价格 我还真的很好奇 东美尼加在那个城市里边 都是收东美尼加币 然后在这里却收美金 可以看到万乐的美迪 对东美尼加的侵害 是不是 Windy也是一样 都是收美金的 而且都不便宜 10万元每斤吃一餐 在伊加把回东伦多之后 我吃大牌 机场号也吃 你看到 多美尼加的机场 竟然有卖sushi的 还有Cinnamon Cinnamon 还有Basket Robbin 看一下这里的sushi到底怎么样 其实买的不是sushi 都是Tempera 全是炸的之类的 哎呀 还有温吞 这哪是sushi 还有炒饭 你们看看 这里有个维多利亚的秘密 看东美尼加人 还是很爱 违族利亚的秘密 还是很爱美国的各种东西 他都没有卖胸罩 只是卖一些内裤 那种洗漱用品 看一下这所谓的免税店的酒 7块5米 2瓶酒 230块 是美金啊 这个也是2瓶酒 166块 135块 都是美金 都想不开 好这里去买酒 幸好出发前 我们已经在出去买了酒 你看看 这个免税店还卖茅台酒 多少钱呢 美金 200块 一瓶茅台酒 哎呀真是贵 哎哎哎哎 像加拿大玩 就是淹河他们 那个硬核心的那种图片 这里就放一个条字叫 smoking kills smoking seriously harm you and others around you 就放了就等于跟没放一样 我们就是这样上飞机的 走到飞机口 然后走上去 对 好 好 好